在工作室裡出現了一個木工 這是間諜木工 唯一的破綻是他不會使用木工切斷機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一集木工小學堂 要教大家的是木工切斷機 也就是在江湖人稱的虎頭雜 左邊這個小紅跟小藍都是跟我革命十幾年的朋友 木工切斷機通常不管是在做裝潢 還是做一些木工加工 還是要做一些畫框 還是要做一些家具 做一些椅子 假如跟木工有相關的東西 幾乎一定會用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教大家 如何操作木工虎頭雜 工業安全很重要 所以有些東西該帶就是要帶 在一開始呢,一定很多人他不管怎麼拉就是拉不開 喔 原來他是一個害羞的切斷機 我們只要拉開後面這個固定鈕 他就可以直接打開囉 這裡叫做啟動開關 通常按他是不會動的 你要加上安全開關 再加上啟動開關 然後給他去 在切割的時候呢 記得手不要經過這個紅色的區域 因為你可能會失去可愛的小手收 好現在我們要切割了 所以往下的時候呢 鋸片護蓋他會往上升 不用動手去搬他 記得呢 在切割的時候 手不要到紅色的區域來 左手往前推 把它頂在檔料板上 時候不需要施壓 慢慢的往下滑 就這樣子 很簡單吧 接下來示範今天的重點 如果你要切這樣的木頭 千萬不要這樣切 記得把長邊在左邊 短邊在右邊 那既然他叫做多角度切割機 他能夠切個45度 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你可以做框 你可以做桌子 你可以做椅子 當然你也可以做小朋友的小玩具 跟小積木啦 一角兩角三角形 四角五角六角半 如果呢你要一次 重複切很多一模一樣的尺寸的話 你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只要你高興 只要你開心 各種組合 沒有人擋得了你 你可以切木板 你可以切木條 你還可以切你家裡的老木 當然你也可以切木幹 你可以切很多的木幹 好的在看完今天的木工虎頭砸之後 你是不是對木工有更深的了解呢 那千萬要記得操作所有基劇的時候 一定是安全第一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按讚訂閱或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的基劇上的問題 也歡迎留言來告訴我們 這也是超人真少年 我們下次見囉 拜布